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我介绍一下我乃朝天门掌门 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但我可早在我徒弟的口中 听说过 我这三位徒弟你应该认识吧 是你们 他们叫什么名字来着 师父 哦不对 应该叫白玉掌门 好久不见啊 叫白玉掌门也不对啊 我们三个走后 白玉们名存实亡 应该直接叫白玉 喂 毕竟师徒一场 你们这么嘲讽我 真的好吗 我记得 园主培养他们三人 还是很用心来着 没想到 换来的却是三个白眼狼 连招呼都没打 就直接离开了 师徒一场 哼 我呸 就凭你也可以当我们的师父 白玉 知不知道 你就是个笑话 这些年跟着你修行 学到什么了 简直是浪费生命 这三人还真是有眼无珠 白玉虽然修为低位 但身怀神级功法 看来这白玉也知道这几人的品性 才没有教他们神级功法吧 离开你以后 我们拜入朝天门 掌门师尊亲自教授 我们现在的修为 比在白玉门时 不值得提升了多少 白玉 你承认吧 你就是误人子弟的废物 你不配当师父 更不会当掌门 你就是整个海园城的笑柄 白玉 不必生气 我这三个徒儿说的都是实话 你确实不行 他们跟着你没前途 跟着本掌门才能在这乱世中 成就一番伟业 白玉 师父已经和穆玄宗取得联系 我们朝天门马上要逼入穆玄宗 成为穆玄宗的附属门派 穆玄宗你知道吧 那是仅次于圣天宗的第二大门派 我朝天总要一飞冲天了 白玉 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 我们也不为难你 你好好地为巫人子弟这件事 给我们跪下道个歉 否则 我去 动手了 你敢打我 王八毒子是你自己欠 白玉 我看你是自找苦吃 打下他 好强 你又是呀 为何替白玉出头 正看你的狗眼看好了 这是我的徒弟 李修 不可能 我的确算是他的徒弟 今天谁敢动他 先过了我这关 帮他一把 算是报答教我神级功法的恩情吧 什么 你这样的垃圾 怎么可能收到如此修为的徒弟 当着我的面打我的徒弟 当本掌门不存在吗 小子 我看在你资质不错 本掌门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加入我朝天门 本掌门亲自收你为徒 二是你和白玉 都被我废掉 我朝天门已经并入穆玄宗 本掌门也不是白玉这种等级能比的 你应该知道怎么选择吧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朝天门要并入穆玄宗 你又是哪个 这等大事 岂是你一个野丫头能知道的 可恶 又打我脸 师傅 你要为我做主 岂有此理 今天不给本掌门个交代 就一起活批了你们 这个交代够吗 什么 连掌门师尊都敢打 疯了吧 野丫头 你闯大祸了 好 好啊 保持性能来 不杀无名之鬼 方木陵 好啊 方木陵 今天是朝天门掌门断天德送你归西 等等 方木陵 他说的是方木陵 师傅 这等小人物不用你出手 我来解决他 停下 师傅 你打我干什么 方木陵 可是 沐玄宗的那个 方木陵 不错 我师姐正是沐玄宗首席弟子 方木陵 果然是这位 方姑娘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尊下 我靠 差一点闯了大祸 这位说不准可就是沐玄宗未来的掌门人哪 一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白玉前辈岂是你们的冒犯的 前辈 我又没有听错了 方首席叫白玉前辈 好 好像是这么叫的 方首席 这白玉就是以普通修士 你 怎么如此称呼他 是不是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这智慧前辈 方首席息怒 看方首席的态度 这白玉明显是深层无陋之辈 如果段天德也是英明 想被这三个蠢兔害死了 男人 杨人 尤其她 欢迎请 张拇嬉 杨人 紧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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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